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看1月31日的英文新闻 首先看到的是法国的新闻 France has imposed new COVID-19 border restrictions but has once again resisted a new national wide lockdown 法国 imposed的话,主持是我们法国 has imposed,现在完成是做这件动作 什么动作呢?强制实行什么东西? New COVID-19,新冠肺炎的 新的新冠肺炎的边界的管制 boulder的话就是他们的边境 restriction是限制,所以他就管控他的边界 但是呢,has once again 这边你的主持其实是France,那省略掉了 好,再一次怎么样?resisted,抗拒 就是不要做什么事情 a new national wide lockdown lockdown是封城,national wide是全国的 所以他们就是管控边境 但是他们不想要再一次做一个全国的封城 好,封城代价蛮高的 所以他们现在先管边境 先不做全国封城这个动作 over essential travel from outside the EU has been banned while testing requirements on travelers from within the EU has been tightened 好,所有的 但是除了什么之外呢? 重要的必须的 essential travel 必要的 from outside the EU has been banned has 这个 你的主持是这个travel 好,那has been banned就是背禁止 什么样的背禁止 什么样的旅行背禁止 就是所有的除了EU之外的 EU就是欧盟 除了欧盟之外的 非必要的 好,只有必要的才可以 非必要的通都被禁止了 好,然而在这个同时怎么样? testing requirements 就是去测试你有没有新冠肺炎这个需求 on traveler 这边的因为是BBC的 所以这里有出现红字 因为杰西一般的字 美式英文的话是一个L 那英式英文会是两个L 就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 from within the EU has been tightened 就是游客 他们对新冠肺炎的测试在EU 因为它只有EU 欧盟里面的人可以进来 对不对 好,那这个主持是testing requirement 然后动词是has been tightened 被怎么样更严格的执行呢? 好,titan有加紧加强的意思 那就是被更严格的执行 所以它只能让欧盟的人进来 但是欧盟也是要必要的才可以进来 那必要的这些人进来当中 他们还要再加强 对于他们的新冠肺炎的测试 好,就是可能要有没有 要有那个阴性的才可以 有测试阴性的才可以进来 这样类似台湾 你要测阴性的才可以进到台湾来 这样子的意思 好,第一个impose impose,强制实行 好,第二个restriction 名词限制 好,第三个resist 动词抗拒 他们就不要有这个动作就抗拒 No.4,lockdown 封城 No.5,essential 必要的 这个字假如你考多译的话 也会看到可以记一下 No.6,ban 禁止 No.7,requirement 多译也会看到可以记一下 名词规定要求要是什么样 No.8,titan titan 变景 假强的意思 好,再 第二个是有关台湾的新闻 这个相信大家有注意到了 Taiwan has reported the first death from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a month as it battles a small outbreak of new cases 这是NHK的新闻 它说台湾报道了怎么样 第一个死亡 从新冠肺炎的死亡的感染 好,新冠肺炎感染死亡 在八个月以来 八个月以来首度我们爆出了死亡的病例 as就在什么同时呢 in battle it指的是台湾 好,battle是打战的意思 台湾现在正在作战 好,跟谁呢 a small outbreak of new cases outbreak的话就是爆发 就是一个小的 一些新的病例的 这个算在国外来讲 我们觉得很严重 是好像死几个人了 对不对 那国外觉得这是小爆发这样子 好,所以大家还是口罩要戴着 手多洗 大家人多的地方还是先不要去 好,那这边infection infection名词感染 第二个battle battle 作战 好,打战 这当然不是真的打战 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number three outbreak outbreak 名词爆发的意思 好,再来看到这个新闻 不知道大家も注意到 好,先介绍一下 就是在总统就职大典的那一天 有一个人叫做Bernie Sanders 他也是参选总统的候选人之一 后来他没有被选为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然后他去参加就职大典 他穿了一个很普通的衣服 然后带了那个手套 然后他那个手套叫mittens 就是那种莲子的手套 就变得 变成谜音 命 等一下会介绍 就谜音 谜音的话 大家不知道 再查一下 就是用他的那个土 去做很多的梗图 这样的意思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句子有点复杂 The teacher who created the recycled war mittens that Bernie Sanders wared to the presidential inorganization and which triggered any social media means is now partnering with the Fermont Teddy Bear Company to meet soaring demand The Guardian的报道 The teacher 这是我们的主持 哪个teacher呢 who created 创造了那个什么东西呢 recycled 回收 他那个羊毛的手套 是他把毛衣 旧毛衣拆掉 然后回收 做的这个手套 创造这个手套 那这个手套是怎么样呢 这里又一个形容词子句 所以本来这个who的形容词子句 到这边 修饰的是teacher 对不对 然后这个mittens 这边的形容词子句 就是that这里 一个形容词子句 that Bernie Sanders wared to the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inauguration 对不起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就是总统就职大典 那是谁呢 这个Bernie Sanders 刚刚讲的Bernie Sanders 他带着去总统大典的手套 好 所以他创作了这个手套 手套后面 又一个形容词子句 这个手套是Bernie Sanders 带去的总统大典的手套 and which trigger 好 这个which 杰西杰的应该是手套的意思 这个手套引起了 好 andless 无止境的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的means 迷音 好 那到这边为止 其实这边都是形容词子句 这整个who到最后面 都是形容词子句 形容词子句里面 又包含了一个形容词子句 那这里又有一个形容词子句 这边let跟end 这边which这边 总共有两个形容词子句 修饰这个mittens 这样子 有没有很复杂的句子 好 那老师是真正的主持 动词是这个 is now partn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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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ing就是 partner就是你的伴侣 对不对 就共同合作的意思 他跟谁合作呢 跟这个fermont fermont 州的泰迪雄公司合作 好 合作要做什么 to meet soaring demand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那手套好棒 他们都要那个手套 好 mean就是符合什么 什么需求 好 符合 soaring 就是突然大增的这个需求 好 所以呢 他 很多人都想要 他做不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跟这个公司合作 然后要做出那个手套 出来卖 然后相关的 像Bernie Sander 他自己相关的那个 做 这叫什么 他的 周遭 周围的商品 都卖得很好 他还捐了不知道多少钱 好 这个 大家 你可以 你们 我打一下好了 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 好 命 你打命 就看到 就是这个 很快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被做成很多迷因 还有被做成跟阿甘症状 坐在阿甘的旁边的江南 这个很多 这个就叫迷因 这样子 好 那就是这个图 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create create 创作 第二个 recycled recycled 回收 好 第三个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刚念的不太好 总统的就职大典 第四个 trigger trigger trigger就是扣板机的意思 这边指的是引起的意思 好 end 是 结束 对不对 endless 是一个 否定字尾 所以是无尽的 好 一直很多人的 那再来是social media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脸书 IG 推特这些 好 第七个 mean mean的话 迷因 对于迷因不太懂的人 可以再查一下 年轻人应该都知道 然后假如你 还是不是很懂的话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什么叫名音 就会有蛮多的解释 就是他们会用个图 然后再去创作这样子 好 第八个 partner partner 本来是名词 伙伴伴侣 这边动词 就跟谁谁合作的意思 第九个 soring soring 这个字有看到很多 是聚真的 sore 的 sore 的动词 sore是动词 soring 变成形容词 就聚真的 好 今天讲话 不知道为什么 又不太顺了 虽然也没有喝酒 好 那 今天就先看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有喜欢的话 欢迎按赞 那欢迎订阅杰西的 部落格 脸书 YouTube 频道 谢谢 下次见了 明天见 拜拜